是不是繼續關心的是 在台灣重要的藝術生庫 丹町坡台書為主的電腦 今天的錄影者 丹町坡百里互動電 將在一過二十日後的聖堂電視 做問國小的舞蹈班 代表在學校以小丑舞蹈快閃 會贏得丹町坡力的來教 出身在嘉義七的藝術大師 丹町坡是台灣第一位 立選日本美術最高競賽 第一天的台灣為家 各個市政運輿 經分藝術文化 在從威多生命令的事件 自一百恒一年起 每年的立委成立 專為台灣藝術和丹町坡 設立丹町坡力 站在幾年的經驗頭 在從藝術一多一樓 由丹町坡進行起步 一年傳的衛電華東 江澤到英俄局 今年文化球也有更新幾月 協力的華東 雖然丹町坡大師 腳下主題的電視 有萬鄉思念中一鄉 百歲藝術制度的傳承 各公頁立行者 丹町坡百里亨銅電 專門國小舞蹈班 是地培由教育部 向尊成立的舞蹈實驗 學校結合中一鄉台書 主題電 小丹町坡 五分鐘小丹町坡 舞蹈 為丹町坡力 華東結合藝術教育的立場 理科大藝術 團成的效益 所以配合舞蹈班 平常他們練習成果 也把小丹町坡突顯出來 跟教育座結合 我相信它是一個很 很有震撼力的結果 對於我們整個市民 希望能夠讓他們知道 有這麼好的演出 這麼好的展出機會 自一月十七號到四月齊六 各自文化局邀請市民朋友 共享生計 在電浪期間 民眾只要在的現場 各藝術總體 協助大學 上傳聯書專頁 每個月將會挑出 20名幸運旅 大手別的賛出 丹町坡力 含量藝術紀念等為今 世新新聞創民黨 各自蔡翁報道 好 好